龍鳳腿 它是一道台菜 無香在裡面紮實的口感 那今天搭配上這個醬汁 我覺得充項淡淡的 不會讓你太複雜 會把這個海淀的鮮味 再提上來一些些 我就在那個場合下 吃過那道菜之後 我在家也再也沒有吃過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Titan 邱永 我今天要來做一道 對我自己來講 印象蠻深的一道菜 它是一道台菜 就叫做龍鳳腿 那我們就邊講 然後邊開始操作好了 剛開始我們先來用這個 高麗菜跟紅蘿蔔 那這個口感 我就取決於你自己喜歡的大小 好我們加一點點鹽 這個地方的鹽不用太多 但是要先抓 讓它的水分可以試出來 可是又不要讓 高麗菜跟紅蘿蔔太鹹 因為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說真的以前的話 海鮮稍微魚貨會比較多 比較沒有那麼值錢 剩下來的魚將它們捨不得丟掉 所以它算是一個 正常一點 好像清冰箱 如果講的比較通俗一點 它們就是說 剩了魚漿 剩了一些蔬菜 咬下去啊 所以這道菜是這樣子出現 那當然是給它一個美名 龍跟鳳 感覺起來就是海跟鹿 把它做成一隻 就有點像棒棒腿 雞腿的樣子 好我們這邊抓完 讓它稍微出水之後 現在這個的話是其餘漿 好我們就把它 剛剛我們抓了鹽的 這個高麗菜跟紅蘿蔔加進來 這時候我們加上這個 洋蔥 增加甜味 那我想要帶出這些海鮮的鮮味 我會加上薑 這邊我加上一點點太白粉 這裡面的粉 你也可以加上什麼 蓮藕粉啊 糯米粉 再來米粉都可以 帶點糖 這個地方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加上一些些五香粉 比較有一點點 我覺得就是傳統的風味 除非你個人超級不愛這個五香粉的味道 就讓這個魚漿搓勻 那基本上因為其餘漿 它已經是摔出筋的 在市場上面買錯的話 它已經是出筋的 所以這個地方不太需要再摔打 我們就把它抓勻就可以了 那我們今天會用到這個 所謂的比較看起來奇妙的東西 叫做豬網油 它的操作方式是蠻簡單的 不過就是說你要請它先留吧 它的好處是說可以讓食材定型 不會散出來 你就把它攤開來 加進來 捲起來 把它給包起來就可以了 像這樣 然後就把它給串起來 就這樣 一齒類推我們就再來一個 豬網有一個好處 就是像這樣子 你看 我們先看一下 好就像這樣 有看到嗎 破掉了 如果破掉了 其實你可以貼一塊上去 就像骨丁一樣 它是可以這樣用的 因為它在炸的過程中 這些油會收縮 然後它上面的膜就把它包在一起 然後全部都會貼在一起 今天包好的這個龍鳳腿 個人建議可以擺一陣子 讓它的這個豬網油 完全都密合在一起 再去炸比較不會開 我們接下來就來炸它囉 那我覺得在家裡面 你可以不用做得太大捲 你可以稍微小一點 這個等它炸完它會縮啦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下來 嚇到我們的導演 剛剛那個鏡頭晃的咧 所以油溫不要太高 然後我們加熱的時候 也稍微小小的 所以這個炸 可能要炸個七到八分鐘以上 這個時候你就稍微有點點耐心 然後盡量不要讓它黏在底部就好了 如果說你想要讓它更酥脆 你可以先拿起來再放下去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用大火 炸上色之後把油逼出來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一個 很簡單的醬汁 準備三樣東西就好了 醬油膏 甜辣醬跟糖 三樣東西 照著比例把它加進來 那你如果有煮過 也是有另外一種更香的風味啦 我今天的話我們簡單一點 拌勻就好了 那我今天為什麼說這道菜 跟我自己的淵源比較深呢 小時候 我媽媽參加那個社區媽媽 烹飪比賽 就做了這道菜 我的印象啦 那不可考 說不定我記錯也有可能 他得了第五名 比賽就五個人啦 沒有啦 比賽我不知道多少人 可是 他的是第一個被吃完的 就全部都把它吃完了 那大部分的都很好吃 我就在那個場合下 吃過那道菜之後 我在家也在也沒有吃過了 吃一下囉 魚香在裡面紮實的口感 然後你在咬到蔬菜的時候 這些水分釋放出來 那因為今天包的很紮實 但是外面不會很脆 所以你吃起來 還並不像雞捲那樣子 外面有酥脆的口感 反而是比 柔煉菜硬一些 裡面的甜度是 完完全全的 因為蔬菜啊 因為海鮮啊 都釋放出來 那今天搭配上這個醬汁 我覺得典簡單單的 不會讓你太複雜 吃起來的話 會把這個海鮮的鮮味 再提上來一些些 今天就交給你了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